老财 哎 孟少 你今天怎么有风过来了 最近啊 不是新开了个酒庄嘛 资金啊 全部押进去了 想找你借点钱 周转一个月 要多少 二十万 行 我待会儿拍助理啊 给你转过去 你下次再去 再打电话给我就行 那行 客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先走了 行 那你先忙 哎 老板 刚刚那个人 不是一家知名酒庄的老板吗 对啊 那是我好兄弟 现在实体行业不景气 你接那么多钱给他 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 没事 那是我好兄弟 老板 这都一个月了 你那兄弟借你的钱 怎么还不给你啊 没事 我相信我好兄弟 老财 哎 孟少 这是啊 上司打你的二十万 我给你的 来 快坐下喝杯茶 茶啊 今天我就不喝了 刚炒酒端过来 得带了几天啊 我们的新品 炉糖酒 来给你尝尝 你这是什么酒啊 以前没见过啊 这个啊 是江西的特产 毒桶酒 52度特香型的 他们将三年以上的白酒 作为基酒 然后通过高压微创技术 关入这个毒桶中 以达到以酒运酒 酒色金黄如何爽口 莫少 你这酒看起来不错 应该挺贵的吧 哎呀 不贵的 这个酒啊 原价一百多呢 现在搞活动 三十九块九啊 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 就可以购买了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喝酒的吗 这个 你拿回去尝尝 那就谢谢莫少了 那行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行 慢走哈 看过没 这就是我好兄弟 莫少 我们公司资金都这么紧张了 这个钱就不能还还再给他们吗 就算我们公司资金再紧张 我答应我兄弟的一个月就一个月 做人要讲诚信 如果一个人连诚信都没有了 我相信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的 你还知道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你还知道这些年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你现在跑回来干什么 你现在跑回来干什么 我哥也有苦衷的 其实我这次回来是急缺一笔钱动手术 能借的我都借变了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所以 所以你是来借钱的了 谁呀 谁呀 一股的穷胜味 哎呀 没什么没什么 以为过路的 这世道过路的都敢借钱 就是穷疯了吧 你命贼 你那么有本事 你倒是在外面恨啊 臭恶何什么呀 你算什么男人 有人在吗 你找谁啊 孟瑶 大哥 真的是你吗 哥你快坐啊 这些年来你都是怎么过的 我以种菜为生 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清贫 但也挺踏实的 是大哥对不住你啊 瞧你说的 回来就好 孟瑶 你不恨我吗 兄妹之间 说什么恨不恨的 爸妈都已经不在了 以后我们还要相依为命呢 当初家里很穷 爸又得了重病 为了你和小涛啊 爸妈把我静养到别人家 这些年来 我也恨过他们 可是得知他们去世的消息 我的心 被挣扎一般疼 哥 你受委屈了 王后就要孟瑶照顾你了 孟瑶 谢谢你 可是啊 大哥没多少时间了 你说什么 食不相瞒 我得了癌症 这次回来呢 很想借点钱做手术 可是 哥 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啊 你等会儿 哥 这些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 有一万多 我会不够 还有两艘猪 一起卖掉 哥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 哥 不说了 你一定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 就做你最爱吃的腊肉好不好 喂 董事长 张氏集团的合同已经达成合作 就等您来签字了 好 我知道了 小礼仇 牛神 我是小梦啊 哦 小梦啊 哎呀 这么多年没见 牛神 都认不出你了 你生理还好吧 好好好 难得啊 你还知道回来看看 只可惜 你妈的 要不是我妈当年狠心把我赶走 我也不至于无法尽孝啊 其实啊 也不能怪他 当年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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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家的孩子呀 哎呀 怎么放在这儿呀 哎 不快不快 有人吗 这谁家的孩子呀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人吗 有人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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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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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您辛苦你照顾我儿子 只是他跟着我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也不希望他的未来和你一样 这样你想个办法让他跟我走吧 你走吧 你不属于这里 妈你干什么 你看妈妈 你不要赶我走 快离开你的破烂窝吧 我不是你妈 你是我妈 你就是我妈 你别丢下我 你走 妈我不走 大死都不走 妈 你不是说了吗 等我考上大学 就接你们到城里 去过好日子 妈 你开门呀 我算是我妈 我国防守 我都去哪儿的 我来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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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要不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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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